拼多多买的 这是6块钱的肘子 6毛一根的香肠 3块钱一袋的牛排 可以看到它的横茧面外面一层是猪皮 然后里面是鸡肉跟猪肉的混合物 我买了两种肠 一种肠是黑胡椒味 一种肠是玉米味 那它们分别都是6毛钱一根 它们的横茧面看起来就挺淀粉的 顺便讲一下 黑胡椒肠是我认为里面最具性价比的一种肠 因为它同时可以吃到三种肠 鸡肉 猪肉 鸭肉 为什么这个香肠枯累啊 它的横茧面啊 就像你的酸下巴一样 非常的光滑 就是没有任何纹理 这个的使用方式就是直接即时 切开之后就能吃了 嗯 你别说还蛮好吃的 有点像是很Q弹的淀粉餐 嗯 不过它里面比较松暖 外面比较弹 因为外面是猪鞋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像我们当代年轻人 就是看过去很年轻 其实内心早已经老了 已经累了 已经疲倦了 嗯 不得不说很好吃 这个东西真的 它的黑胡椒味蛮正确的 然后吃起来的电缝感并没有很多 其实肉感还蛮有的 也蛮清晰的看到它上面有这个黑头 嗯 那个就是黑胡椒味 这个东西的好吃是有出乎我的意料的 就好像你在洗澡的时候 已经做好准备会领一伙的那个冷水 却发现它出来的直接是热水 哦 那种惊喜感 嗯 蛮好吃的 嗯 哇 玉米味的香糖会更甜一点 然后呢 咬得到玉米粒的那种口感 还蛮好的 嗯 它闻起来有股烧味 嗯 嗯 啊 它这个肉质吃起来像牛拉稀了一样 就是稀稀散散的 一点都不筋道 嗯 哇 这个好难吃 阿拉伯地区的素食米饭是怎么样的 那它这个全称是叫400克土耳其 葡萄叶卷饭包饭 即使米饭包米饭 反正就是素食米饭的意思 然后呢 是拿葡萄叶包住的 那现在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它一股好重的香精味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叶子一样的东西 它闻起来有股牙膏味 然后有股很重的那种 类似于13香的味道 这是它单独的样子 怎么说好像那种乞丐版的粽子 真的能吃吗 这个玩意 然后它里面有包着一些蜜 现在我们就试一下吧 哏哏哏哏 啊 它有点 太过于酷皮了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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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